弟弟的真蜜天女 成了哥哥口中的骗子 说他弟弟可能被骗了 大约有六七百万 三年的甜蜜热烈 痴情小伙为爱执着 钱没了 人也没了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 一下子什么都没了 无怨无悔的付出 最终又是得失几何 《情爱之路》究竟多少骗书 平安365 即将播出 温柔漂亮 是陈宇一直以来 对女友王丽的印象 陈宇29岁了 王丽是他的初恋 再过两个月 就是两人相恋三年的纪念日 陈宇打算纪念日当天 就向王丽求婚 没成想 就在陈宇精心准备着 求婚礼物的时候 陈宇的哥哥陈冠 却到派出所报了案 他说弟弟的女友王丽 是个骗子 陈冠说他和弟弟合开了一家建材公司 平时家里生意上的财务 由弟弟管理 2018年3月 他在整理家庭生意的账面时 发现有大笔资金不翼而飞了 几经询问后 才从弟弟的口中得知 这笔资金被弟弟转给了 他的女友王丽 陈冠当时就觉得 弟弟被骗了 立刻报了警 他说他弟弟在早些年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女性 他说是在龙岗一家 足运中心认识的 后来就发展成男女朋友 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 这个这名女性就不断地 向他弟弟要钱 当时他哥哥就是问他缘由 然后他这个弟弟就 刚开始也不怎么说 就说投资了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 该女子又是以陈宇女友的身份出现 为了查出事情的真相 深圳市公安局平山分局 接到报警后 立即展开调查 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 从直接受害人 也就是报警的弟弟那里 争取能够获得更多的 直接的情况 但是办案民警反馈的情况来讲 就不理想 根据报案人陈冠的叙述 他的弟弟陈宇是直接受害人 民警必须通过陈宇 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 可是令警方意外的是 陈宇迟迟都不肯露面 他跟我说 叫我来录下口供 确认一下 我那天没来 还是相信他 没过来 当没有找到受害 嫌疑人的时候 受害人呢 就是一直是不认为 自己是上当受骗了 也不是受骗了 认为是正常的感情 并不觉得自己被骗了 反而有些心甘情愿的意思 这在警方多年的办案经验中 并不多见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拿走六百多万元的姑娘 到底是谁 2015年夏天 陈宇跟朋友相约 去了一家足疗店按摩 就在这家足疗店里 他结识了一个姑娘 名叫王丽 就是外貌那些 看上去就是说 比较相当漂亮的那种 陈宇的性格比较内向 平时话也不多 以至于二十多岁的他 至今还没有谈过恋爱 身为按摩技师的王丽 对他关爱有加 他突然觉得 眼前的这个姑娘温柔又漂亮 心中渐身一股暖意 跟他聊天嘛 感觉挺聊得来的 后面慢慢地就喜欢上我 按摩结束后 两人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 从那天开始 陈宇坠入了爱河 满脑子都是这个姑娘 每天上下班 都要跟王丽通话聊天 一个月后 两人终于开始约会了 在一家咖啡店里 王丽对陈宇说 自己是广东人 1988年出生 前几年做生意赔了 现在打散工 攒点钱 王丽还说 自己的哥哥开了一家物业公司 家里有一定的积蓄 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碎花裙子 画着淡妆的姑娘 陈宇的心里小兔乱撞 从没有谈过恋爱的她 被眼前美妙的感觉冲昏了头 对王丽的话也深信不疑 也是性格原因吧 其实家里人有介绍过 但是有些又看不上 有些自己看上的又追不上 很开心嘛 跟她一起 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啊 压迫感啊 好像就是也有个伴那样吧 比较少朋友 因为我也是 此后 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开始频繁约会 在之后的半年里 两个人一起逛街 吃饭 旅行 陈宇享受着 爱情给自己带来的幸福感 通过相处的一些细节 陈宇也逐渐认定了 眼前这个姑娘 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反正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比较那个 出手比较大方 不会说斤斤计较的那种 去那个海边 还有那个龙凤山中 那些去玩 有些去的 有时候叫她去那些 比较花钱的景点 她又很为我审 她又说不进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就在陈宇认为 两人可以结婚生子 共度余生的时候 两人的关系 突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16年3月的一天 王立开始向陈宇借钱 只有是五万块吧 那一笔 做什么用 具体我都忘了 不过是说 借去干嘛 然后后面 后面借 借了之后 她就隔一个薪水左右 她就还给我 还给我利息 一周后 王立如约将五万元人民币 连本代息还给了陈宇 陈宇也就没有再多想 然而 这五万元钱 却仅仅是开始 中年变少女 变妆如变脸 素颜 浓妆 哪个才是真正的 她看到之后 拜承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 这样的过程 投资 索赔 豪赌 挥霍 亲生母亲 也成了骗钱的借口 还有什么 是你不敢编造的谎言 平安365正在播出 两个人交往一年后 王立突然对陈宇说 自己哥哥的物业公司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需要一笔钱来支撑 这次她开口 向陈宇借了八十万 我也想有那种 做生意的心态 因为她跟我说 做物业其实利润挺高的 而且我对这些人 也不太了解 所以相信 此后 王立多次 以哥哥的物业公司 开新楼盘 理财投资等理由 向陈宇借钱 两年的时间里 除去王立归还的部分 陈宇一共拿出了 六百余万元给王立 有时候有怀疑 我也问她 但是她都没有 她也没有跟我说实话 也没有说 太过去计较这些 拿出去投资的钱 陈宇再没有要回来 而名义上的利润分红 也是少之又少 渐渐的 陈宇的哥哥陈冠 发现了财政缺口 觉得事情不对劲 这才报了警 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取证 警方发现 陈宇拿给王立的钱 绝大部分都是 陈家家族的财产 并非陈宇个人所有 由于他们这个是家族企业 这个财产并非是 他这个报警人弟弟 一个人持有的 属于家庭的财产 所以我们从这个 从被侵犯的课题来讲 他是一个家族 受到了损失 那么结合这个 前期反映的情况 我们当时 公安分局这边 决定对此案 立诈骗案侦查 民警调取了 王立的身份证 令人不解的事情 又发生了 当民警将王立身份证上的照片 拿给陈宇的家人辨认时 却没有一个人说认识他 哥哥陈冠说 自己见过王立很多次 每次他都是浓装艳抹 与照片上的 完全不是一个人 我们把那个 嫌疑人的照片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 真实照片给他看 他看到之后 外人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 这样过的他 警方通过身份信息 筛选出的王立 与受害人家属所说的王立 竟然不是同一个人 这让办案民警发了难 难道骗钱的另有其人 通过排查和走访 一周后 案件终于有了突破口 后期在我们侦查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就是发现该名 就是嫌疑人 正在某地铁口出入 就是跟他那个家 登记的某一个出租屋的地址 比较近 我们当时我们专注的民警 就立即 就赶往地铁口那里去排查 民警在地铁口处 对行人逐一筛查 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 王立一直没有出现 后来民警才知道 嫌疑人王立 就在民警的眼前 飘了过去 因为事主当时报案的时候 提供的那个 嫌疑人的照片 是一个就看上去 有二十几岁 这样一个女子 就打扮的是比较妖艳的 但是在我们得到侦查的信息之后 又没有盘谈到干兵女子 这当时我们 对我们当时的专业组合民警 也是一种打击 地铁口出的蹲守失败了 民警只好来到王立登记的柱址 进行逐一摸牌 就在民警找到小区里的保安 了解情况时 案件的侦查得到了 意想不到的转机 这个保安手机里面 就存有很多业主的 这个连接方式 当时呢 我们办案民警 就是在这个小区保安的 那个通讯录里面 就是输入这个嫌疑人的手机号码 就发现这个保安队长 那个手机里面 就有这名嫌疑人的 这个一个名字 当时我们就询问这个保安 就说这是谁 当时这个保安就说 让我们很惊讶 因为他说这是他妹 王立的哥哥 不是开了一家物业公司吗 为何又在这里当保安呢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民警让保安给王立打个电话 催他回家 随后立即跟着保安 来到了王立的住处 警方在楼道里部署好后 静静地等着王立回家 中午12点多一点的时候 我们在这等 突然间就在楼下 上来一个女的 看上去的话 就应该四十多岁 感觉很苍老的样子 我们直接叫了嫌疑人的名字 王毛毛 之后他就应了 我们当时他应了之后 我们也没敢相信 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民警跟着嫌疑人进了屋子之后 终于认出了他 他就是警方一直在寻找的王立 我们在他的桌子上 发现了那个艺术照的影集 你看是我们微信照片里面的 90后的小妹妹 青春靓丽 真的是90后的艺术照 了解情况后 民警将王立带回了派出所 面对警方的询问 王立的心理防线 很快就崩塌了 他气不成声 对自己诈骗的行为供认不惠 原来王立是1976年出生 哥哥也不是什么物业公司的老总 就是自己租住小区里的保安 王立每次见到陈宇和陈宇家人之前 都会精心化妆打扮一番 所以他说他是1988年出生的 基本没有人怀疑过 那么我们比对的来源呢 是他身份上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比对相似度 居然也只有30%多 就是说连科技给我们提供的东西 我们自己都产生了怀疑 由此我觉得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这个嫌疑人 这个的确是这个化妆技术太高 适度奴命 谎话连篇 使他最终走入歧途 就是只想把自己赎的钱赢回来 结果是越采越深 越赎越多 单纯善良 为爱痴狂 执着无悔的他能否迷途知返 还是会想他嘛 有时候发梦也会梦到他 平安365正在播出 一副妆容三年时间 王力骗走了陈宇六百多万元 那么这笔巨资究竟去了哪里呢 我把这些钱全部拿到澳门去堵掉了 他的六百多万 我的有一百多万 加起来几个月输了一千多万 原来2017年6月 王力被朋友带到了澳门的一家地下赌场 刚开始的时候 王力手气很棒 经常赢钱 可后来却没那么走运了 他越输越多 怀着捞回老本的侥幸心理 他沾上了高利贷 没办法偿还巨额的欠款 面对债主的逼迫 王力只好给陈宇拨打了电话 他就陆陆续续就很多借口 这的那的就不断地要钱吧 也是赚了几百万给他 应该有三百多万吧 他跟我说他妈身体不舒服 说去不及医院那里检查 查了好像说什么胃癌吧 反正陆陆续续就不停地要医药费 我说去医院看下他 他都一直不让我去看 他说他妈不想别人看到他妈那个样子吧 王力以妈妈生病为由 不停地向陈宇索要金钱 就这样 陈宇在王力编制的骗局中 不断地帮他偿还着赌债 这个贤人王某在1995年 96年左右的时候 到广东深圳来打工 在工厂的时候认识了一名男子 当时他们两个谈恋爱 后来结婚了 两个人也生了一个小孩 王力结过一次婚 还有一个孩子 一个个真相被揭露后 陈宇不禁回想 相恋了三年 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素颜 单纯内向的他 此刻痛不欲生 欲哭无泪 相对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一样 钱没了 人也没了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 一下子什么都没了 犯罪嫌疑人王力 已经被公安机关批准逮捕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我们在对此案唏嘘不已的同时 也不仅感叹 王力化妆技术的高超 40岁的他扮成妙龄少女 骗了陈宇整整三年 平安365提醒您 在交友过程中 千万保持头脑的冷静 涉及金钱往来时更要慎重 冷静面对生活中的各类诱惑 遇到事情时 多思考 多与家人朋友沟通 一旦发现被骗 要立刻报警 及时止损 2019年2月28日中午 宁夏银川赫兰县 一名小学生在放学途中过马路时 突然加速闯红灯 被一辆皮卡车撞倒 事故造成学生小王腿部受伤 索性经过医护人员救治 小王并无大碍 民警通过现场勘察 询问肇事司机江先生后发现 皮卡车在通过该路口时的车速 达到了每小时60公里 而根据相关规定 车辆行经该路口斑马线时的车速 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 在本起事故中 小王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江先生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平安365提醒电视机前的家长们 平时一定要加强 对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教育 多讲解交通法律法规 切实保护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中文字幕作为人员的赫帜能力